传业爱心协会一百零年度寒冬寿门 一整季物资八幡活动 学生潜能开发演讲比赛 各位远从台北的 各位非常有爱心的这位团队 以及我们四个部落 所以我相信大家平安 高兴 今天我们传业爱心协会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到我们园乡 来做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么今年更特别 因为我们和会长的用心 要把我们园军孤独的学生 让他们更有勇气 所以特别安排了这样的一个演讲比赛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 就是说刚刚我们会长讲的 如何让他们有抗压性 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自信 所以特别安排这样的演讲比赛 也特别谢谢各位远从台北 我们的我们传业爱心协会的所有成员 你监视也来到我们会场 特别谢谢 那今天我们前面这个阶段 是学生的演讲比赛 那我们四个部落 每一个部落 沿着当中有两位学生 那有国中 有高中 有国小 对 那所以 各部落都有推荐两位 那因为我们时间已经过了一些时间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行 那请这三位评审 多多帮我们用心一下 帮我们当今天的临时的评审 那我们也恭喜我们的荣誉会长 我们荣誉会长在外面 黄董啊 是不是出来 让大家见个面相 我们特别喜欢我们的黄学红 荣誉会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 我们掌声欢迎 这个荣誉会长听说难得 走到这么远的地方了 生理来就这么一次 来到我们这个新立乡 所以我听会长讲说 他很早出门了 那今天他能够出面 这是我们的荣誓 所以我们现在恭喜我们会长 给我们讲几句话 不要讲太久 我们再次掌声 这个第一次到这边看到各位 很高兴 山水都很漂亮 那么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的话 今天能够利用这个假日 到这边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这个台北这边很多义工的朋友 也到这边来帮忙 我也谢谢你们 那我们下天说会有一个什么游戏比赛是吧 我想说也不用这个利用太多的时间 在各大人开准的不好 那我们这个谢谢大家 谢谢一下 谢谢我们荣誉会长 希望他以后能够持续的很用力的来在原校部落为我们赞助这么多 听说我们这个荣誉会长是怎么说是每年坚最多的 不管是物资的都是他非常要对我们也行容易会长 坐在前头 好 那我们演讲比赛开始 我们有六位学生那也必须都有抽签的 有必须都有抽签的 好 那我们现在欢迎第一位 来自波斯 人的波斯 波斯 我们的何欣宁同学 目前就读随理国小 随理国小六年级 我们欢迎何欣宁 谢谢大家